中印军队近日在两国边界西军段中方一侧发生人员对峙 印度军队越过了从未成为争议的这段边界 并向印媒散发倒打一耙的消息 选称中国军队越界在印度领土上施工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周二强调 中方对发展中印友好关系是有诚意的 同时 中方维护自身主权权益的立场也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希望印度方面能够相向而行 迅速采取正确的措施 将非法越入中国境内的人员撤回边界线印度一侧 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周一也强调 中印边界西军段已由历史条约划定 印度独立后 印度政府多次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 承认双方对西军段边界走向没有意义 印军单方面挑起事端 违反了双方有关协定协议和两国领导人的共识 严重危害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任国强还表示 中方致力于发展中印双边关系 也坚定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西军这一段是在1890年 中印会议藏印条约上就已经规定了 当时这个西军他称为这个 哲梦雄这个地区 他的这个归属还有边界问题 都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 都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了 在2012年上就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了